台灣狂犬病疫情是以幼歡為主 幼歡大都在中低海拔山區出沒 所以原鄉列為高風險地區 爆出幼歡狂犬病疫情之後 各部落也開始宣導防疫的工作 不過有很多人看報紙 看電視報導幼歡狂犬病 看照片看圖片 才知道新聞上所講的 就是他們平常在講的 那隻很像白鼻心的幼歡 就是因為得用族語來稱呼 才明白是幼歡 絕大部分民眾或族人 並不了解中文說的幼歡 指的是什麼動物 各族群都有稱為幼歡的族語 阿美族是 塞下族是 布農族是 古古寒鼠 以及 尼吉尼克尼克 盧凱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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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塞下族 塞德克族是 盧凱族族 太亞族 比咕 不過藍語亞美族沒有幼歡 所以稱為長得像白鼻心的動物 叫做 盧凱族 各族群的幼歡語言還是有分地區念法也不同 光是布農族就有兩種念法 不過看過幼歡的族人都知道也都能夠分辨出幼歡以及白鼻心 只是在中文稱為幼歡還真是第一次聽過 接著還能算是特別是採訪不動